印度神秘打法厉害在哪里 现在能够让中国教练一脸严肃难难遮雨 变比入内境的世界冠军是否要被暴了 这是正在举行的WTT新加坡大马逛赛 女党项目的第一轮 打两条直线 这是一副的选手式实力夹来自印度 而她的对手是中国的王莽宇世界冠军 世界排名第三位 实力夹的防守是长颗粒的长焦 罕见的特殊打法 针手的排击感确于利落 静态的半高球 实力夹没把握住 是逐渐的出现了一些 还是有一些无为失误的情况 当然这样的一个原因也是基于王莽宇在出手 把球拔得很壮很顶 其实比较难打的是第一局 手机的王莽宇还是准备得很充分 高 一定要搓转 搓长 一旦给到中心手 一定有速度 第一局后啊 慢运的这种状态会更开 而且对于对方的旋转会更加的适用 在刚过去不久的辅上四平战 实力夹是3比0 很小的阻力王亦迪 给他正手藏后 先入分得很准 果断的正手快带 换了一个发球位置 将攻直线 避开对方的防守纠缠 没有能够持透长脚的旋转 速度慢了下来 被直接反攻 把球拉得很拱 靠近底线 节奏突然变慢 线路短 王莽宇的三部进攻 有些着急 一旦给到正手 他就能够下一次排回来 速度特别快 没什么弧线 正手一块慢的结合 前后调动王莽宇 打两条直线去盯到对方的底线长 正反手的底线长 想发一个长球 线路太长 对胶着的局面里 把这种状态拔出来 耐心 耐心 这份王莽宇虽然被动 但还是抗了回来 实力家的防守可快可慢 允许对方有这种突然的得分 长脚可快的球很成 而且线路长 直接被顶住 王莽宇这手加了旋转 王莽宇的速度 一旦慢下来 就被实力夹 正手反攻 打得很有耐心 参加的特性是可以仿旋转 你打得越壮 它可得越成 变化默契的旋转 让王莽宇的进攻 不太坚定 有些保守 一长一短的调动 实力家的正手借力快带 王莽宇的能力挺强的 被前后调动 站不住位 加实力家拿下第四局后 进入了决顺局的争夺 哇 好圈 加质量 整个人没有完全踩住位 一当被长脚乏力后 王莽宇有些跟不上节奏 稍微出机会 果断撤手 决神的底线长球 看似的机会 实质很不好打 很能借力 有空间 好的 坚定的揭发球 林娜 出现提树 好的 连续的两分 王莽宇的上手非常果断 好的 好的 加快这手的衔接 对这场对决 你有什么看法呢 还在市民下方留言互动 好的 这手没去照弧线 容易失误 三角拱了一板 速度很快 需要再集中 再紧凑 拉住 关键粉的幸运茶网 往往也是无奈的 场外的教练马林 更是一脸唐特 直接发长球 所以先发动 就是这种 纯粹的攻防 好的 决神局的10比8 能到下一点 最后是王莽宇3比2 显胜实力加